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复兴节 先祝各位爸爸们 复兴节快乐 至于天气方面 要为提醒您 受到这个南方云系的影响 今天水气变多了 首先带您来看天气懒人包 首先我们是受到 位在高压西侧 所以说各地还是高温炎热 但是要特别留意五后雷阵雨 可能局部地区雨湿会比较大 另外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 热带扰动 对我们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要留意这几天 可能在沿海地区 风浪会比较大一点 首先来看到云图的部分 我们目前正在高压的边缘 而南边是一个非常大的 季风低压区 在里面有很多云促 萧萧长长 也有可能会出现热带扰动 特别我们要关注到的 就是目前往南海移动的 这一个热带扰动了 因为在最快 它今天就有可能会发展为 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不排除在明天 就会增强为今年第七号台风木兰 但是从美军 还有欧洲模式都可以看到 它往海南岛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对于台湾天气 不会有直接影响 可是它的外围水气 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所以就来看到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三 吹的是偏东南风 所以南方渔系 北宜的状况之下 花冬还有恒川半岛地区 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 午后雷震雨范围也比较广 而且有可能下起大雷雨 再除了山区 雨时会比较明显之外 我要特别提醒 嘉乙南到屏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屏地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要特别留意 往山区走啦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另外呢 在午后也建议您 可以背一把伞 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到了礼拜四 还有到了礼拜天这一段时间 南方云系慢慢地离开之后 要转吹偏南风了 银方面东南部恒川半岛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午后的水期 看起来也会稍微少一点点 可是因为我们还在高压边缘 所以午后雷震雨依旧会下下来 特别同样的是 在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平 平地也还是有机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未来几天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午后如果您发现TOO的话 记得雨三雨至 还是要带在身上比较好了 至于温度方面 来看到今天各地的高温 还是在32到35度 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 还有嘉义跟台南 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且昨天是24节气的立秋 但是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地区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依旧高温炎热 暂时还没有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大家可能还要再多补充一下水分 不要中暑了 至于未来一周的天气 基本上西半部地区高温 也都是在34到36度要留意 午后雷争雨 有的地方像是大台北地区 可能温度会再稍微更高一点 至于东半部地区就是要留意 温度也普遍都是在32到34度 宜兰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道型的好天气 但是花冬 尤其是靠近台东的地方 可能整天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了 接下来几天的天气 前半周会比较不稳定 后半周则是要留意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了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透过来 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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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